字幕秀 萍 Z means to the audience S surroundings there are many good friends 好,同學不要講話了! 我們現在開始做一個 期中考的檢討 這個檢討對同學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其实其中考考你们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研究的架构 研究方法的一个架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完了以后 这个检讨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进入 你们要开始思考 怎么样去把研究架构把它处理出来 那这里面题目里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一题一题给你们做检讨 很多同学会被扣分 为什么被扣分 扣分的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完全照题目一个一个答 如果漏答了 当然你就扣一些分数 比如说第一题 第一题题目呢 最重要是说量化跟直化 到底它的差异在哪 举一种哦 要举一种哦 量化方法很多 直化的方法也很多 所以你要取出一种 我把那个题目弄出来 研究方法概论题目 好 第一题你看哦 方法我们要随便举一个量化 林四眼 量化 随便举一个方法 不是 方法呢 方法呢 方法意思知道吗 什么叫方法 你现在是量化的方法 你刚刚说年龄 是没有错 它是其中的一个小项 但是方法呢 量化的方法呢 统计 好 统计是没有错 它也是量化 可是呢 我们讲方法的时候 譬如说你去做什么调查 对呀 问卷 对不对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一个方法 还有呢 譬如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做一些测验 对不对 IQ测验 算数学测验 什么测验 这测验也是一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题目是说 是要你提出来说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 随便举一个量化里面的任何一个 譬如说 问卷好了 好 那直化呢 直化 有很多方法 我们记得在过程中 有一些方法 对不对 好 那那个谁 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 以美 直化呢 直化的方法是有哪一些 你随便举一个 不用看书啦 我常常在讲量化很简单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问卷 那直化最具代表性的是 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 记得吗 我不是常常举阿美族跟什么 阿美族啊 还有 其他的 譬如说 你 两个族群之间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看 或者说我常常举加油工 你去看加油工的工作 看看他的工作 你怎么样去了解他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态度是如何 那叫什么法 观察嘛 对嘛 观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型 观察法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一些人家的民俗制 就是好像说或者说 或者一些行政中心 江镇公所 他们不是有一些日制吗 济世吗 大事记吗 这种我们也给他一种方法 我们讲文件分析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我先把名字写出来 叫民俗制 什么叫民俗制呢 民俗制就是 在记载 族群自己做一些记载 可以用观察 可以用民俗制 很多方法 可以做 那还有呢 像譬如说 有的是兼具两者的 兼具两者叫做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呢 他可以看 我曾经举个例子过 你看一篇文章 里面谈男性跟女性 谈的比例多少 比例的多寡呢 我可以用统计把它算出来 统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用排序 各种方法 各种方法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统计出来 这是两者兼并的 这种方式呢 我们通称为说 研究方法 那我做比较 我譬如说 问卷跟观察 有什么差别 这才是完整的一个答题 这才是完整的答题 所以呢 我们要答题要看清楚 题目问的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答 要针对题目去回答 不只现在 将来你要面对你的考试 面对你的就业 面对你很多其他的考试呢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 那刚刚几个没进来的 等一下我再给你 给你那个考卷 这是第一题 第一题呢 量化跟直化 你要怎么样去把它 把它很清楚地描述出来 这是第一个题目 那第二个题目是什么 第二题目是说 你想了解 假设中油跟台塑 两家加油工 两家加油工呢 看这边好不好 看这边 不要跟别人讲话 看这边 加油工在推销工作上 有什么差异 那这里面 你要选择一种方法 如果你想了解 中油跟台塑 两家加油工 它在推销的时候 推销一些 比如说你去加油 常常会推销什么 都私下 如果你去加油 你去骑摩托车吗 有吗 你加油的时候 加油的那些员工会 向你推销什么 油金啊 家机油金啊 还有呢 最近还常常推销什么 信用卡 有没有 所以你只要加入 我们的信用卡 你可以享受几则优待 什么什么 类似这种 卖一些东西的 这个呢 如果这样子的方式 你看它推销上 有什么差异 你可以用哪一种 研究方法 那你可以举出 两种以上 那为什么你要用 那种方法 好 来 谁能举两种方法 谁能举一种方法 谁能举一种方法 来我把 不要讲话了 听到这边了 刚刚我说两种方法 推销 假设推销 你用什么方法 然后去推销 来 静静姐 别人跟你讲话 你不要跟他讲啊 你说 推销什么方法 你认为 你的答案是什么 用什么方法 你的啊 你自己写的啊 第二题 他自己体验的话呢 是等于说 实际上去 操作 实际上去体验 然后再回顾你的 怎么样去做推销 对不对 好 当然是很好 那问题是 你有要必须要 很多的时间去做 另外呢 还有什么方法 自己体验是一种方法 那为什么要自己体验 你要说明 譬如说 你自己体验 真正能够了解 推销 哪一种方法 困难点在哪 是不是 你还可以知道说 理论上跟实物上 有什么差别 张子欣 还有哪一种方法 你写的是什么答案 你写答案是什么 第二题 网络的意思是说 你从网络上 看它怎么推销 我说推销的方法 你要去看人家推销方法 你研究的角度来 做专题的角度看 你要用什么方法 用量化还是直化 比较好 直化 直化你用哪一种 在黑板上 直化有那么多种 然后你自己写的 跟你现在想的 答案有什么差别 你会用什么方法 对啊 哪一种啊 哪一种啊 还有比如说 工作日志 的分析 观察 工作日志 这个都可以看 好 你用观察法 观察法的意思 我可以做比较 我可以看人家 看几个公司 然后看完以后 你再做比较 它是怎么推销的 不要再讲了啦 真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一直点你 不要 习惯要改吗 好 工作日志 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看工作日志 我相信 这一门课 对你们将来 一定会有帮助的啦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课程 好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 统计的方式 看它 譬如说 推销有很多啊 推销 它用 推销信用卡 怎么推销法 它推销 邮金怎么推销法 它推销 其他的产品 它怎么推销法 然后呢 在 譬如说 在中油 它搭配什么东西 台数搭配什么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 做一个比较了嘛 所以第二题的 做答法 是这样答的 那这里面 不只 不只说 方法要写出来 还要写理由 你要 你将来在考试 你要去竞争 跟人家竞争一个工作 你必须要很清楚 人家问什么问题 你每一个都要答 如果你少肉了 人家都有答 你少答一个 你分数一定低嘛 那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好 这次习惯上面 也希望你同学们 能够了解 第三题哦 是重点 第三题占了多少 占了70分 占了70分 那我们今天会把第三题 做一个很完整的描述 接下来 你们开始选课 你们三天一集 要选专题制作三下 其实很重要 就是从现在开始 更重要了 之前不是不重要 之前概念很重要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我问的问题里面 我问的问题是 我给你这么多 当然 我给你五个题目 这五个题目呢 都是我虚拟出来的 我自己去想 我想说 有哪些题目 然后你们可以 用简单的方式 把这几个题目呢 把它用你的概念 画出一个研究架构图出来 第一个很简单 跟前面的题目一样 跟前面题目一样 如果你思考完以后 你就往下再继续写了 中国石油跟台数石油两家 连锁加油站的加油工 推销策略有什么差异 你做一个研究 如果刚刚你已经写说 我用观察 那你的方法就可以用观察法 你观察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 第二个呢 全家跟Seven 这两家也是超商 这两家超商 电源的服务态度 有什么差别 第三个你看 第三个看是说 科技业的员工 他的薪资 工作态度 跟工作满意度 之间有什么关系 薪资 工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 有没有差别 像现在我们常常在讲 科技业的薪资 在做什么 无薪假 再来 第四个是商管类 像你们就是科技大学 商管类的学生 在科技素养的认知 科技素养是一个专有名词 科技素养四个知识观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的认知 他的调查 认知的意思就是说 知识 了解 你了解那个知识程度有多少 那个叫认知 那科技素养是一个名称 你们的科技素养认知 到底如何 我可以考你啊 我可以考你科技素养的认知啊 譬如说 我问你温度跟体积的关系 那是科技素养里面的一个知识哦 你知道吗 商管类权也许他 从小开始 对这个科技 对这个物理 不是那么有兴趣 所以我选择数学 比较有兴趣的 跟数字有关 跟财务有关 所以你选这个方向 可是科技很重要啊 那我会问说 你对温度跟体积 你有什么概念 这是一个知识嘛 或者说 什么叫奈米 你知道奈米的意思是什么吗 或者说 问你说 假设 节能减碳 节能减碳里面最重要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 来做节能减碳 那也是科技的素养之一啊 那是知识嘛 或者科技素养里面有一个 有部分是譬如说能力的部分 能力 科技的能力 也许你在操作上面 譬如说影印机的操作 影印机的操作 那是科技素养 那是一个素养 影印机如何操作 你会分页 你看那个内容 你就知道如何去设定分页 如何设定它的 它的那个正反面怎么硬 那是科技素养啊 那是一个素养 能力的一个素养 或者说 假设啦 科技发达 科技是给你方便的 那好 那我科技 譬如说我素养里面呢 我用ATM去领款 那算不算科技素养 那也算是科技的素养 那考试是测验出来的结果 那商业类的同学们 对科技素养 你的认知 只有认知哦 还有技能哦 还有态度哦 对不对 那只有认知部分 你到底 你的结果是如何 第五个是保险业 它的员工训练 跟工作效能之间的 关系如何 员工训练 譬如说员工训练 包括什么 内容啊 它有训练哪些内容啊 什么方法训练啊 还有呢 它训练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结果是如何 对公司的帮助如何 工作上面效能 有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探讨五个 任意选一个 任意选一个 你来答 答哪些题目 这是 这个题目你能够答的话呢 表示说 你对研究概念 已经相当的好了 有这个可以写出 研究概念 研究的题目出来了 我把它再放大一点 这个研究概念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的 了解 好 我们要写一个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 将来你们要写一个 专题制作的计划 那很简单 就是这七个一定要有 一定要包含这几个 当然 如果你要去跟 其他的部会单位 或者申请的话 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经费哦 经费怎么样去 你要放上去 这里面写 第一个缘起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举例说 保险公司员工训练 跟工作效能的关系 为什么要写这个 那你可能写的原因是说 保险业 现在呢 员工的人数 一直在成长中 我可以从 假设我可以从中华民国 这个工作人员 人员的统计数字看出来 保险业 它在最近两年 人数的成长 一直成正方正向的成长 每年成长5%以上 那保险业表示说 它是很好 那我要了解说 保险业的公司 它到底是 员工是怎么训练的 为什么人家愿意 留在那个保险业 保险业的工作 人员越多表示什么样 稳定性越高 大家愿意去做 好 那它是怎么训练的 然后呢 这个训练的结果 它到底效能如何 效能高 员工 你看员工 假设你从 人力的统计数据看 保险业怎么人数越来越多 大家从事这个行业 那你也要想另外一件事 保险业 你公司 比如说 南山人寿 星光人寿 还有什么 现在有什么 东京 东京 什么 新安东京海上 还是什么 很多嘛 那这些保险业 它要付出薪资 它要付出薪资 它保 它这些员工进来 它训练以后 它希望什么 它工作效能要高 效能高 公司才能生存 所以我觉得 我要了解 为什么 它的人缘那么高 比例那么高 然后持续的在成长 那到底它怎么训练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讲的缘由 缘起 第二个呢 目的 这里面看 很重要的关键词 很重要关键词 这里面很重要关键词 我写在上面 这个我就插掉了 关键词 题目很重要 题目很重要 谁能够看出来 我现在再把三个题目 这五个题目 再往下把它绣出来 我把它绣出来给你们看 这是今天的powerpoint 我把它绣出来给你们看 你看我刚刚讲到这一个 第五个先讲 缘起 为什么你要做它 将来你的研究计划 我想最后 我们这一堂课 最后还是要给你们 要写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 还是要写一个完整的 当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成绩 这里面我实有讲到第一个 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一样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 你们也可以想说 为什么我要聊 我觉得商管内学生的科技素养 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 重要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去了解它 不去给它培养 它变成一个科技文盲 科技文盲呢 它在这个商业内去做工作 去工作的时候呢 结果老板要他做一些 比较偏科技的概念 结果他做不来 他不懂意思 他要去讲 那个概念没办法通 所以我觉得我要了解 将来我要做什么用 我要给他在科技大学里面 商管学权应该要上些什么课 增加他的科技素养 这是一个目的啊 也是一个方法 那科技业的员工 薪资工作态度跟工作满意度 那目前的这个员工 目前的员工到底是 无薪假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工作满意度 那为什么会有无薪假 那薪资的结构的影响 是怎么样 我得了解这个状况嘛 或者我为什么要了解 全家跟Seven的服务态度 我觉得他们两家 为什么屹立不摇 在台湾那么久的时间 那么多家 结果他可以这样屹立不摇 他的工作态度 他的服务态度好 或者有哪一些方式不同 所以他能够这样 一直持续的下来 另外呢 加油工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 要可以改善的地方 推销的部分怎么改善法 这都是我的缘由 好 到现在我第一个答案 跟大家说明 接下来我要问问题了 我要进入第二个的时候 进入第二 第二个是目的 第一个是第二个目的 那你们看一下 这有五个题目 我可以分成三类 我可以分三类 我可以分三类 哪三类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 有谁可以看得出来 淑姐 淑姐姐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个有哪三类 你说是一个是认知 另外呢 关系 关系哦 然后呢 他意 他意 好 三大类 很好 那认知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是调查程度 程度的调查 程度的调查 那也就是说 我题目啊 如果是你们看 这只有三大类而已 这三大类 你记得如果你回想 回想我在过去 刚开始跟你们提的时候 我说A and B嘛 A and B 是什么跟什么 或者什么 A而已 或者A and B and C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差异是什么 单一的话呢 没有所谓的差异问题 你看哦 这是不是单一问题 第四个 科技大学商管类科系的学生 这是一件事 他只有呈现什么 呈现一个代表一个什么 代表对象而已 这里面 这里面呢 从科技大学商管类科学生 到这里为止 你看那么长的一个 其实就代表什么 对象而已 一个题目出来 他可以看出他的对象 所以你分析这个题目 第四题到学生 这么多字 只有一个对象而已 第二个呢 科技素养的认知 科技素养是内涵 第二个呢 科技素养 这是内涵 内容的意思 然后呢 他是 他的什么 他的认知 认知是什么 只有一个调查而已 只有一个程度的调查 他只有一个程度的调查 程度的调查而已 有没有可能说 科技大学商管类科系的学生 科技素养 差异的认知 差异的研究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如果我把这题目改成说 科技大学商管类科学 科系学生 科技素养 认知 差异 教授 差异研究 有没有可能 想想看 看到这边 同学 看这边 这是很重要概念 我说这个是 科技素养 是一个专用名字 科技素养认知是说 你对科技素养 到底程度如何 所以科技素养认知 也是一块而已 这个学生也是一块而已 那我刚刚讲说 当你只有一块的时候 内涵只有一块的时候 你这个只有程度的问题 如果你要做 差异研究 可不可行 可不可行 做差异研究 赞成可以的举手 赞成不可以的举手 其他意见呢 举一下手吧 举一下手吧 想想看嘛 认为说这个题目 我可以把它变差异的举手 不行的举手 认为说不可以的举手 到底是怎样呢 没有办法知道吗 那没关系 我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那我们来看 刚刚苏贤杰说 这题目里面只有三种 一个是很明显看差异 差异嘛 所以第一个题目就是 中油跟台树 在内涵是什么 内涵是什么 来这个一定要讲了 一定要讲 内涵是什么 范草生 内涵是什么 第一题 第一题这个 你看这个上面就好了 中国石油跟台树石油两家连锁加油站的加油工 推销策略差异研究 内涵是什么 内涵是什么 推销的策略 对不对 所以非常好 所以它内涵是什么 推销策略 它是推销策略 第一题 推销策略是 是它的内涵 然后它是 主要是要看什么 对象是谁 对象 好 很好 它的对象呢 它对象是 中油跟 跟那个 台树 这是它的对象 然后它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差异 它求的是差异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第二题 第二题呢 来我们看看第二题 您书语 第二题的内涵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这个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服务态度是它的内容 然后呢 对象是 两家的员工 然后它要去 它要真正要 找的那个 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差异嘛 差异的一个研究 好 好 再来是最后一题 就回到我刚刚解答的时候 讲到的最后一题 它是 内涵是 什么东西 内涵 来 周思下再讲一次 内涵 第五题 内涵是什么 看黑板呢 看这个就好了 内容是什么 我看你恍神了 保险公司 员工训练 跟工作效能的关系 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研究的内涵 要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你没在听 它的内容就是 员工训练跟工作效能嘛 两件事情是它内涵嘛 因为有两件事情 所以它可以做什么 两件事情的关系到底如何 所以第五题说 对象是保险公司的员工 它的内容要研究的 要探讨的内容就是 员工训练跟工作效能 然后它探讨的重点在哪 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是如何 这样知道了吗 要很清楚 才能往下走 如果这个地方 你不花心神去了解 以后呢 你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知道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来 我看一下 第三个 张永勤 来 第三个内容是什么 薪资工作态度跟工作满意度 对不对 三个 然后他们要求的 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主要要做的 研究主要是什么 内涵是三个 重点是什么 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然后对象是谁 科技业 非常重要喔 如果这样子你能够了解 以后你要做专题就 真的可以容易进入了 很容易进入了 好 那我们跳入今天最重要的主题 我刚刚说 我刚刚说我们 整个答案 答案里面有六个 我们来看喔 答案这一题占七十分 七十分里面呢 这有七个东西要写 研究 缘起光讲了 目的呢 目的用解题的方式 很简单喔 刚刚讲如果以这个为例子 这为例子 目的是什么 了解嘛 了解什么 了解中油跟台数 它的推销企业 推销策略为何嘛 这是第一个 到底中油它推销策略是什么 台数推销策略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再了解中油跟台数 在推销策略有什么差别 那两个目的就解决啦 对不对 如果你要再更 更那个深入的话 你还可以看 他们的推销策略 哪一个比较好 我只是说差别 但是哪一个比较好 那不一样喔 有差别跟要求到有没有 哪一个比较好 那个程度不同 再来我们看看喔 假设另外刚刚讲 科技业 科技业 他的薪资 刚刚是不是薪资 对不对 薪资 工作态度 是不是工作态度 我看一下 科技业的薪资 工作态度跟工作满意度 工作态度 然后工作满意度 好 这三个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好 那你看喔 如果你要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科技业 假设目的怎么写 目的说 科技业的薪资分配 或者比例是如何 或者分配状况是如何 不同的科技业 他薪资分配如何 不同的科技业 科技业的员工 他在工作态度上 普遍成什么趋势 这也是一个目的啊 再来 科技业的工作 工作 科技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到底如何 最后还有一个目的 我了解说 薪资工作态度跟工作满意度 在科技业上面 它们之间 会有什么关系 这样懂吗 这就是我们想 他可以写出目的 下一节我要讲很重要 研究对象已经讲了嘛 研究对象有两种层次喔 一个层次是你的研究 真正这个对象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要用调查法 你要谁当做你的调查对象 那是第二个层次 这样懂吗 题目上面的研究 你研究里面的一个对象是谁 还有你要去做 调查的调查对象是谁 这有两个不同层次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说 构面跟研究概念 架构图这两个 第三跟第六呢 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两个重点 如果今天讲不完 我下礼拜还可以再继续把它完成 而且我要用透过讨论的方式 等一下同学会提意见 我们用讨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目犯